歡迎收看 歡迎收看 製造故意蛋糕 雙刀牡蠣鍋 巨蛋也滿壽司 Oh My God 太驚人了吧 今天的料理可以說是 樣樣浮誇 鬥鬥精采 也難怪才一端上來 大家先動的不是筷子 而是手機 真的很足啊 你看它攝影片都很厚 攝影片真的滿厚的 對 因為我們其實是愛吃日式料理 對 可是在嘉義市區這邊 都沒有找到適合 就沒有找到那麼 可以直接那麼厚的攝影片 很像一秒分到自然的感覺 你剛剛看到我會覺得 視覺很衝擊 對啊… 精采 一個人應該是吃不下吧 我要太多了 究竟這些料理是單靠外觀取勝 還是飆力如一 美味度 同樣令人精采呢 馬上來試吃一下便知分享 有 店長 你們是很難於 握壽司是被Doraemon的 放大人照顧嗎 對不對 就跟我們剛剛講 他要跟手臂一樣長 我來量量看 真的耶 可是像我手臂在這邊 他還比我手臂長一點點 好狂喔 這怎麼吃啊 我怎麼不可能直接 這樣拿起來要吃啊 當然 如果說嘴巴夠大的話 要挑戰一下 也是可以 好療癒喔 對 這樣切開的時候 你會看到它的切面有沒有 是這樣分段的這樣吃 然後你這樣飯跟鰻魚 可以同時入口 它吃起來會甜甜的 鰻魚的醬香味很香耶 不會說太乾 吃起來裡面的那個魚肉 還是嫩的 是有彈性的 你看 妳看姊姊 對 什麼 這個 這個 很好 看起來 誰要一口把它出完 你一口吃得完 不能啦 我的嘴巴這麼大 怡婷 要送你一束鮮花 什麼這麼好 真是只有我有 鮭魚做的鮮花 這個是我們情人節 現金的商品 然後今天特地 送一束花給妳 對 我直接這樣 我捨不得吃 這個料理也太有創意了吧 竟然還有鮭魚情人花束 師傅用六片鮭魚 輕輕一捲 鮭魚瞬間就變成了漂亮的花朵 放上手捲 再以鮭魚卵還有金箔來點綴 就成了最美的生食級 情人花束 我要聽說這個是很難解釋的 對 其實... 然後今天是因為 我來特別 是 沒有錯 OK 大家抱歉 所以就明年見 明年情人節才可以看到它 今天七七就再有機會喔 今天七七有機會 要記得過來這邊提早餘定 熱氣蒸騰的麵攤前 人潮是大拍長龍 全都是為了品嘗 在地赫赫有名的美味 等再久都甘願 香菜可以嗎 可以 每一桌都擺著滿滿的好料 而且仔細一看 幾乎都有點上一碗油飯耶 這很厲害嗎 它是細的那種米 長米 長糯米 我覺得吃起來比較不會膩 而且不會太油 而且很香 就是越嚼越香 一般的油飯的顆粒來說 大概會比較硬一點 可是我覺得它的油飯做得滿鬆軟的 都可以吃快20年了 對啊 所以我覺得一定是很好味道 我才會一直來 看看這一位小鮮肉 從鍋中吃到出社會 這一碗油飯在網路上 被稱為是台中麵店隱藏版 往來可就吃不到囉 飯粒乾爽Q彈 淡淡的油蔥酥香氣 入口不油膩 而且是越嚼越香 如果跟志玲姐姐 我一樣是重口味的 那就一定要淋上滿滿的甜辣醬 多了鹹香回甘 天氣鬆貴 雞罐的族味還要配上一碗 純手工的芋頭排骨酥湯 多大滿出來的料 是當天一早用豬軟骨現做的排骨酥 配上口感綿密的大甲芋頭 入口即化 預想滿意舌尖 油飯配湯才是道地的古早味 它的芋頭跟外面比起來 就是它特別的柔順 就是跟外面那種比較硬的那種感覺 不太一樣 外面有一種就是你好一碰 就整個散掉 可是它也不太一樣 就是很黏啊 很黏密 它的芋頭每天都是限量的 所以太晚來吃不到 菜單上所有的東西都是限量版 手腳不夠快就得下次再來 而美味的秘訣就在於當天一早開工 現做現賣 用溫體豬軟骨炸的排骨酥 要炸得特別乾 逼出油脂小碗燉煮 這邊全部都是我們排骨酥湯 待會兒差不多燉到四五十分的時候 我們才會把芋頭丁 芋頭角把它放進去 讓它再燜煮了二十幾分鐘 我發現老闆是在上桌前 才會把芋頭放進湯裡煮 為的呢就是要確保 芋香跟肉香充分的融合 讓湯頭清澈入味 好貼心喔 而且店裡的招牌油飯 其實是老闆外婆的家傳美味 我們做法跟別人比較不一樣 人家是直接生米拿去吹的 對 我們家是先汆燙過 汆燙過再去蒸 熟米去拌它其實是最香的 你用生米去拌的時候 其實在蒸的當中 它的味道說實在會有些跑掉 一籠二十斤的長糯米 先汆燙到半熟 這是外婆的獨門配布喔 不僅保留住米香跟Q彈的咬勁 半熟的米飯鋪平搓凍 熱氣蒸騰的吹熟 這時候呢另外一頭 就要準備油飯的靈魂醬料 蝦皮蝦米還有肉汁 還有剛炸好的油蔥酥 對 油蔥也是自己弄 都自己弄 比較新鮮一些 自己煮的話也會比較好吃 每一樣食材都是純手工 其實會賣油飯也是誤打誤撞 老闆的女兒出生時 劉媽媽特地做給親戚朋友吃 當時攤子才剛起步 生意沒有這麼穩定 於是她就試著把油飯 也拿到麵攤上面賣 一開始一天賣六斤 六斤也不一定賣得完 漸漸的 因為每年她都會遇到農曆七星 人就會很多 因為他們都要買 油飯回去拜床 只要一年遇到那一天 奇怪 不管幾斤都不夠賣 就這麼一傳十 十傳百 打響的名號 跟在網路上爆紅 一下子人潮蜂擁而至 但是就是要嚐嚐這 太大碗的好滋味 那個時候應該是忙飯了吧 那時候忙到很誇張 八個小時的食材 我大概在一個多小時就賣了 而且那時候量體 現在也量至少還多了 應該是兩倍 所以吃不消 完全吃不消 就連手也受傷了 從食材開始全手工 架上一籠一籠的飯蒸好 就要趕緊趁熱攪拌 老闆每天從凌晨開始做 做到手腕筋膜發炎 痛到是手都舉不起來 治療過差不多半年吧 每天下班七點半 或八點就出門了 回到家十點多 但是這整個半年都沒有用 這一定要開刀才會好 但是問題是開刀 我們還要又有一段復健時間了 所以到現在就是 盡量不要再把它惡化 對啊 職業病就是這樣 仔細一看 店裡只有老闆跟太太 還要應付這麼多的客人 應該做的都不夠賣吧 店裡人手就是兩名 你要做太多也做不出來 對啊 也沒有那個時間 會 一個便當 幸好做自助餐的老爸老媽 就在隔壁的店面 及時給兒子神救援 每天劉爸爸幫著 扛重重的米飯 劉媽媽則是手腳俐落的 幫忙顧店洗碗 如果那時候沒有父母親的幫忙 真的是做不起來 因為一開始不熟悉 父母親就會幫我們 先做一些量 然後我們再慢慢學慢慢做 做自助餐 有三十多年經驗的劉媽媽 更是兒子的料理導師 所有的餐點都是 真的媽媽味 像是肥瘦筆三比七的肉燥飯 不由不膩 醬汁鹹鹹鹹鹹 淋在飯上 光是用完的就誘人食慾 鹹菜豬肚湯 則是酸中帶鹹 豬肚嚐起來軟嫩滑口 重點是店裡通通是銅板價 所有的品項都不超過一百元 即是平價 但是份量不打折 一碗就能吃得飽 每天營業時間還沒到 唐來的饕客 就早早到店門口排隊卡位 一個禮拜可能會吃個兩次吧 吃不定 而且我覺得它的分量其實很多 所以它有點算同伴小吃 我覺得以我個人來說 一百塊以內就可以吃到很深 在萬物其長的現代 根本就是風興店家的代表 夫妻倆在店裡默契十足 一個顧前 一個顧後 寶貝女兒也是家裡的小幫手喔 上課就送幼稚園嘛 沒有上課就是左右鄰居 都會幫忙付 以前小時候我們也是 爸媽做吃的 他們到哪裡 我們到哪裡 老闆 你從小就在這種 湯湯水水的環境長大 該不會從事餐飲業 就是小時候的志向吧 大事我也不要做 但是還是做的 那時候小時候 為什麼人家小朋友 家裡都出去玩 為什麼我們都在工作 我們工作時速會比較長 那時候平均做吃 像我們這一行 平均工作的時間 差不多十二個小時 對 所以換算下來其實基本上 沒什麼錢 但拿起鍋鏟的日子 一謊言二十年過去了 現在的他守著小麵攤 也守著自己的家人 似乎懂了當年 父母從沒說出口的辛勞 他們畢爸爸媽媽老了 還在工作 其實我們也會心疼 油湯類的話 年輕人是比較不習慣 但既然這可以繼續做下去的生意 我就繼續努力往下去做 把記憶中的滋味傳承下去 燙好的滷菜拼盤 簡單的香氣配上特調醬料 豆干海帶滷蛋 就是最帥氣的古早味 從對料理一竅不通 到自己包辦整間店的美味 一路走來酸甜苦辣點滴在心 最深的體會就是對媽媽的感謝 終究還是在他們心裡面 還是小孩子啊 謝謝媽媽 謝謝媽媽這一路來的 就是幫忙跟照顧 我比較感性 我怕我得要A 對 畫到嘴邊 預期就有點哽咽 如今為人父母的老闆 心境跟當年是完全的不同 現在的他站穩腳步 要繼續天馬行空的竹夢 計畫要把街頭小麵店 改造成年輕人也愛的時尚麵館 希望未來可以變成 公司最美麗的麵店 對 有這個夢想對不對 我相信會成功 一定要有勇氣啊 這個勇氣 做我才知道會不會成功或失敗 沒錯... 不做不會怎樣 但是做了就很不一樣 老闆你勇往直前的性格 志玲姐姐我欣賞 期待下一次就到你的 時尚麵館高官喔